好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们今天上的这个题目叫做Hepatitis C Virus C型肝炎 那为什么要上这个题目呢 因为这个题目是最近的 就是这几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的这个成果 而且跟我们目前的这个病毒相关 所以跟他介绍的话 比较大家比较有概念 那首先我们了解到肝脏是人体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主要的功能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他主要呢有消化分泌我们的这个胰岛素 来调节我们的血糖 那还有呢相关的这些代谢 能量代谢相关的还有一些能量转换 那肝脏的话因为他很工作量很大 而且呢这个日夜不停的工作 那又有很多血液呢充斥在其中 所以很容易呢肝脏会有过劳的现象 那另外呢很多病毒的感染 它的标靶器官就是肝脏 那今天要讲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肝炎的话 它的标靶器官就是在肝脏 那还有一些我们的日常生活饮食习惯不良好 包括啊饮酒过多 或者是呢吃的食物太太油 还是说药物呢滥用 最后的标靶呢也在肝脏 因为肝脏也担任着这个解毒跟代谢的功能 所以一个重要的功能 由一个这个单一的器官呢 来负责的话的确是有点这个负荷不了 所以有时候会听过有一个叫做爆肝 那就是肝脏的功能呢已经超过负荷 那这时候呢肝脏很多细胞有破裂 然后有很多生化指标呢会释放到血液中 例如说常常测的这个肝指标 叫做AST ALT 又称为这个GOT 那它就是说这个这个指标原本在血液中的含量是不高 但是如果肝脏的细胞破裂的话 这些指标呢会释放到血液中 那我们藉由测定这个AST ALT 就可以作为一个间接的指标 来评价肝脏是不是有产生过度疲劳或负荷的现象 那再来我们的这个细形肝炎呢 大家都知道它呢是透过一些不结的针头或输血 或者是细形为所感染 那感染到细形肝炎之后呢 它有一些临床的症状 包括会很累 fatigue 然后呢还有这个yellow skin 皮肤偏黄 那另外呢它还会有一些 lake of the appetite 就是说食欲不振 吃不下饭 那还有呢一些其他的这个尿液啊比较深 那我们看右手边这个图就是它的基本的一个表型 吃不下饭 噁心想吐 腹部不适 发烧 倦怠 晃胆 那这样子的症状呢 就可能 暗示着说可能有吸肝的感染 必须要赶快去做这个检查 那吸肝吸肝 还有B肝 好 那到底呢它们差在哪里 那吸肝的话从这个图示可以看到 一般的话就是透过血液感染 包括共用针头 那什么时候会共用针头呢 现在很少了 现在的针头都是用完就丢的 但是有什么机会会共用针头呢 就是有人在施打毒品的时候 那或者是呢 这个就是说一些做一些非法的一些勾当 会使用这个重复针头 那有的时候医护人员不小心被针扎到 也是有可能的 那再来就是透过了这个一般的性行为 也会透过体液的传输 那大家都听过B肝 听过吸肝 到底有什么差异呢 那事实上B肝跟吸肝 就是不同的这个肝炎病毒 他们是不同的病毒的种类所感染 那他们呈现的这个表情不太一样 例如说我们以这个肾行率来讲的话 B肝比较多一点 那台湾的B肝呢 一般都是母传子比较多 也就是说妈妈如果是B肝代原者 透过生产的时候呢 垂直感染 就是因为生产的时候呢 母体的血液跟这个胎儿的血液 会有些部分会交换 那他就有机会呢 垂直感染到他的子带 所以一般B肝的感染呢 都是在幼儿 新生儿居多 那再来B肝呢 经过科学家的努力 已经找到了疫苗 可以通过呢 新生儿的这个疫苗的施打 来呢 降低B肝的传染的可能性 那反过来的话 如果是吸肝的话 他的话 主要是透过血液 体液 就刚刚提到的针头或性行为传染 那一般传染的这个个体呢 都是成年人居多 那目前的话很 很遗憾就是吸肝 还没有疫苗开发出来 所以只能够做治疗 不能够做预防 那另外不管是B肝或吸肝 他如果感染之后呢 肝脏的指数都会飙高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测肝指数 包括测表面抗原 测肝脏的GOT GPT肝指数 还有测一些特别的蛋白质 像这个Alpha-Fetoprotein 那再来的话做超音波检查 看看肝脏有没有异常 那如果是B肝的话 得到的话一般是吃干扰素 干扰这个病毒的复制 那如果是吸肝的话 目前也有一些特效药 可以抑制病毒的复制 我们称为这个小分子的 抗病毒复制药物 那我们再简单的来做一个比较 就是B肝发现比较早 1965年 那他的核酸物质是DNA 那吸肝在1989年被发现 那原因就是说他其实 那时候发现的历史就是 他发现到这个肝炎呢 不是A肝也不是B肝 所以把它叫做吸肝 在1989年发表 后来呢也得到诺贝尔奖 那他本身是一个RNA的病毒 那再来就是说 他的这个疫苗呢 目前B肝因为有疫苗施打 所以B肝在很多国家都已经销声匿迹了 得到了很好的公位控制 那吸肝因为还没有疫苗 只能够消极的治疗 不能够积极的防治它 随到目前为止呢 吸肝在台湾还是存在着 不能够百分之百的根除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 各种病毒的感染机制 我们这边举的例子呢 有HIV 那就是我们熟知的这个艾滋病毒 那还有呢吸肝跟B肝 那刚刚提到B肝是DNA 核酸物质是DNA 那吸肝是RNA 那RNA进来之后呢 经过反转路复制呢 还是一样能够控制宿主的这个命运 那如果是HIV呢 各位可以看到它会看入染色体 它会进到我们的基因组织中 跟宿主的基因组做看核 所以就等于赖着不走了 那HIV到目前也是不能够根治啊 只能够压抑它 好 所以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知道 病毒的种类不同 它的这个核酸物质不同 它的这个代谢图 它的生活史不太同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了解到病毒的这个特色 好才能够呢有效的来做它的相对应的治疗 那刚刚提到我们的吸肝感染之后呢 如果没有经过治愈 好长期的感染肝脏呢 反复的会造成慢性的发炎 那慢性发炎呢 慢慢的它就会产生肝硬化 因为肝脏呢 有些细胞硬化掉了 那再来就是说会慢慢的转型成为肝癌 那这个过程呢 需要比较多的时间 大概都要通过20年到30年呢 慢慢的才会呈现 所以以这个吸肝来讲的话呢 就称为这个成年人的疾病 通常到了三四十岁 四五十岁之后呢 慢慢的所呈现 那年轻的话呢 产生急性 很急性的这个病病变转换的几率 不是那么高 还是以成年人比较居多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 它这边所指出来就是说 急性的吸行肝炎感染的话 它有的时候呢 会自己就治愈了 叫做spontaneous cleanness 原因不明白 有可能是人每个人个体身体的差异 有些人身体比较强壮 他自己就痊愈了 但是如果没有痊愈的话呢 表面上看不出差异 可是他进入到所谓的慢性感染期 就是所谓的慢性发炎期 这样大概占80%的case 会到这个境界 再来就是说他的这个病人呢 如果是慢性感染又发炎的话 又会有大概10%到5% 会产生这个肝硬化 那最后呢 他就会再有一部分的人 大概1%左右呢 会形成这个hepatocerococinoma 就是所谓的肝癌 那最后就会导致死亡 所以这个长期感染吸肝 其实会到最后会转换成 比较严重的癌症 好 那同学 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 比较有趣的统计 就是说全世界呢 如果以国家来做区分 到底哪些国家是感染 悉性肝癌 比较重要的一个地区 那结果发现到 都集中在亚洲比较多 因为亚洲有些国家是人口多 像中国、印度 这几个人口大国呢 他们的这个感染的比例 或许不高 但是因为他的人口数多 所以总量就多 还包括像这个印尼 人口也多 巴基斯产品口也多 所以把这几个加起来的话 他的这个 看全世界吸肝的感染率 就超过50%以上 那所以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来这个 预防吸肝 那还是呢 从这个药物的研发 或者是疫苗的研发呢 作为一个终极的一个手段 那另外一个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这个吸肝 好发的国家 他们都是比较中低收入的水平 因为工位条件或许比较差一点 那以台湾来讲的话 台湾工位条件算好咯 大家都知道台湾工位 很多人都说什么全世界的模范生 但是呢 如果仔细的来看台湾感染HCV 也蛮有趣的 它有分为北、东、西、南部 还是不同的 北部工位条件好 那以低肝的种类 耗发率比较高 那如果是西南部的话 是西肝比较多 那如果是东部的话呢 他们发现到 是因为可能原住民朋友 喜欢喝酒 以脂肪肝跟酒精 肝病变比较多 所以不同的区域 有不同的这个 耗发的模式 那再来比较有趣的一个议题 就是说 以西肝来讲的话 在西南沿海 有些所谓的县市 好像嘉义跟云林 云家地带 好像这个每十万人死亡率 特别高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在这个西南的 这个几个县市 有这么高的 这个西肝的死亡率呢 好 我们来看后面的这个TPT 那这就是一个西肝 游行病调查的一个 一个区域分布图 我们如果用县市来做区别的话 可以发现到越红的 它的这个耗发率越高 也就是说 每两万人感染的话 它大概呢 超过两万人以上 它的比例 以这个苗栗加益 台南云林比较高 那如果又有些地方呢 像台南的话 以这个马沙沟 它的居民百分之六十七 都有西肝带原 这就很奇怪 为什么呢 一般的话 我们刚刚提到 它的这个全台湾停均数是3.3 那为什么在有些地方 像澎湖的白沙 马沙沟 或者是像这个地方 居然是67 也就是全台湾平均值的20倍以上呢 这个其实值得好好地做研究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在这几个乡村一带的话 它的西肝比例特别高 那我们如果把这个仔细的来看 他们发现到呢 以云林来讲 台西 香 所以西肝 水灵香 三十 白沙 二十几 这个高得不得了 所以结论就是说 西肝的氾滥程度呢 远超乎于想象 那有一个比较有趣 就是刚刚提到 西型肝炎 它并不是母子传染型的 它是透过针头感染 或者是透过 我们刚提到的这个性行为感染 那是不是说这几个地方 有特别的这个人与人的连结呢 还是说有特殊的针头互用情形呢 这个其实要好好的调查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小结论 这个是经过工卫调查 人家得到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他发现说 在台湾的某些西南沿海一带 尤其是沿海一带 它的盛行率很高 例如说高雄子官 它的沿海七村西干 盛行率六成以上 台西乡 40岁以上的居民 西干五成以上 那他们呢做的调查 发现到有可能呢 是透过了这个牙科 针灸 纹身 美容 修面 过程中使用了不干净的 这个器具造成的感染 那另外呢 西干 常常会出现在医疗 比较匮乏的地区 那他们统计会不会是说 因为是牙齿 在看的时候呢 牙医 可能他们 透过了牙医的感染 或者是打针密医 一些秘密的这个医疗 造成的这个血液感染 或透过针灸 所以他们决定要加强 这个查验密医 是不是说 在这个高发区呢 有很多 这个密医的行为 需要做查气 那我们再来提到 所谓的逼干 逼干在台湾 其实是一个 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研究呢 还被写成一个砖书 叫做干颜圣战 那是天下文化杂志所写的 由这个杨玉玲跟罗石成老师 他们所合作 那老师也看过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 其实历史也蛮久了 老师念书的时候 大学时代就有了 到现在为止的话 已经好几十刷了 卖得很好 那他的话在讲什么故事呢 就是说他们发现到1970年代 台湾呢 很多人都得到了逼干 那开始呢 台湾就引进了这个逼干的疫苗 做大规模的人体实验 那在其他的国家 因为逼干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很多药厂 他们把第一线的人体实验 在台湾展开进行 那要验证什么呢 就是说逼干这种病毒 引起的肝炎 是不是可以透过疫苗的施打 让他绝肌呢 那后来在80年代 透过了大规模的新生预防注重 那结果真的就是把这个逼干的生行率降低 那之后呢 就我们就是等于是得到了一个验证 就是逼干是可以被预防的 那后来在90年代 又有台大医院的医生 他们发现说可以使用干扰术 干扰这个西型肝炎的这个程度 可以把西型肝炎的病情做抑制 那再来97年的时候呢 由这个张美惠院士他们发现说 治疗逼干的疫苗 儿童的肝炎也减少了 那这是全球首次证实疫苗 可以预防人类的癌症 也就是说不只是把逼干给抑制 还把癌症给抑制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那再来到了2016年刚刚提到 虽然说西肝没有疫苗 可是西肝有新药 它可以把病毒的浓度压低 那比较重要的是2017年 台湾健保给付了西肝 也就是说西肝去抗病 它是用这个抗病毒药物呢 比较便宜了 不像是以前可能天价几百万台币 现在呢自己给付的部分呢 降低了 由国家来进行补贴 再来我们聊一聊西肝 就是HCV呢 可不可以像HBV用施打疫苗 把它来预防呢 理论上是可行 但是呢 好的疫苗一直做不出来 所以目前呢 跟大家讲 并没有一个很有效的西肝的疫苗 被研发出来 所以说目前还是用所谓的抗病毒药物的这个比较消极的这个处理 得病之后呢 把病毒的浓度压低 但是并不能够阻止我们被西肝所感染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西肝要怎么检查呢 怎么确定你得到的是西肝不是B肝呢 那我们都知道 如果B肝的话 B肝的表面有B肝的抗原 所以我们可以用抗体检查有没有B肝的抗原 那如果有的话 你就是带原 那如果检查到你有抗体 代表你曾经被感染 也就是说你曾经被感染过 那但是呢 里面带有抗体 可能你人没有发病已经好了 因为它是一个感染后的一个抗体反应 那再来西肝的抗体呢 我们可以检查有没有得到西肝感染过 那再来也会检查肝脏的 刚刚提到我们的肝指数GOT、GPD 那腹部超音波 还有这个特殊的这个免疫标志AFP的检查 看有没有转换成肝癌的现象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肝炎检查 有一个很完整系列的这个检查的系列 但是呢 我们在临床上面检查这个吸肝 要分为好几个步骤来做检查 第一个先快塞 就是说有没有带有抗HCV抗体啊 如果有的话代表你曾经被感染 但你体内的HCV浓度高不高呢 如果很高 代表还正在持续感染 那如果不高的话 代表可能已经复原了 是健康了 但是因为曾经被感染嘛 那带有它的抗体 所以从这个结果 这个是波综合医院 业俊达主导 它整理的这个PPP 那它的这个方法就是说 首先 先比较快的快塞 有没有抗体 如果有的话 再检查它的RTPC啊 有没有它的MRNA 如果还是有的话呢 那代表这个正在持续感染中 那再来问说到底是哪一型的感染呢 那因为台湾比较常感染的是 第一型跟第二型 再去做亚型的分辨 因为不同的药物对不同的亚型 有不同的这个效果 所以还要再确定它到底是哪一种亚型 那因为吸肝有很多亚型 所以这个地方呢 要做基因型的鉴定 那我们刚刚提到HCV 它的这个基因组已经被解析了 它的整个全基因组并不大 只有9.6个KB 那它的这个HBV或HCV的基因组 比起其他的病毒的基因组 它算是比较小的 像别的病毒的基因组 可能呢 它会大 比较大一点 可能比这个HCV大个10倍或100倍 但是呢 HCV来讲的话 它是比较compact 就是说比较紧致的 那这个病毒呢 它的前面 5-prong有一个呢 Iris 作为它的病毒的这个 转移的起始点 可以吸引核糖体 来进行translation 那再来 它的RNA病毒呢 它有分为所谓的envalo 就是外套 envalo 那有它的这个capsi 就是所谓的蛋白的翘 那还有一些呢 跟它蛋白质复合的这个RNA聚合酶 在后端 所以就是说 这个单链的RNA病毒呢 HCV来讲的话 它的基因组非常的紧实 非常的小 很容易完成基因病序 那所以说有很多人呢 他们就进行病毒的全基因组测序 那目前呢 可以分为 大概有六型的不同的HCV 分为第一型 第二型 第三型 第四型 第五型 第六型 那我们刚提到 在台湾的话 以第一型 EA1B 跟第二型 它的盛行率比较高 那在国外的话 像东南亚 东南亚一带的话呢 是第六型 那我们呢 是不同的亚型 所以就是说 这个不同的亚型呢 它的序列本身 相似度是不一样的 可以做基因定序之后呢 用演化术 将它们的这个 不同的细群做分隔 那再来就是说 HCV 它的这个感染毒镜呢 也是蛮有趣的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 单链的RNA病毒 所以当它的这个 蛋白质外翘 感染到我们的细胞膜 会先将它的核酸物质呢 注入我们的体内 但是因为单链的RNA 不容易做基因的复制 所以它第一部分呢 先把单链的反骨 转成它的反骨 再把它转成正骨 然后再进行 它的这个蛋白质的合成 包裹它的病毒颗粒 然后再进行 离开宿主 再进行反复感染 所以基本上 我们的这个RNA的这个病毒呢 它必须要先进行 所谓的反转路 将它的正骨所合成 那如果你仔细去看 它的病毒 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是所谓的Envelope 就是说结构蛋白部分 就是它的表面抗原的部分 E1E2 它还有一个Coprotein 那再来呢 它的这个其他的部分呢 称为非结构性蛋白 也就是说 这几个位置呢 它是有功能的 是有酵素功能的 包含了所谓的这个 呃 氏氨酸蛋白酶 还有包括呢 它的这个病毒复制的一些模组 Helicase 还有它最后呢 帮自己做复制RNA聚合酶的部分 那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呢 要抑制病毒的复制 可以抑制它的RNA聚合酶 或者是抑制它的这些蛋白质水解酶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来抑制这个病毒的复制 好 那讲完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 那就是呢 2020年 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 颁发给这个HCV 那总共颁发给三个科学家 他们呢 分别是阿特 赫顿跟莱斯 那他们的得奖原因 就是他们发现了HCV 肝炎的病毒 还有呢 将病毒定去 那还有呢 利用实验证明 它的感染呢 可以让动物转型成肝炎 那我们分别来看他们的这个研究成果 第一个 这个阿特 他就是主要呢 是在这个临床输血中心 担任研究员 他发现到有些病人呢 得到的这个肝炎 经过这个分型 发现它并不是A 也不是B 也就是说非A非B型的肝炎 所以呢 将它定义出是一种C型肝炎 那再来 科学家 英国科学家 这个Houghton 他们呢 进行基因的分离 提取它的基因组作测序 发现说呢 这是一种全新的肝炎病毒 把它称为C型肝炎 那再来 美国的科学家Rice 他呢 利用实验 将虫组病毒呢 去感染 发现说呢 C肝病毒的确就是造成C肝的元凶 所以透过了这三个科学家的这个实验呢 就把这个C型肝炎的这个肌理 搞清楚了 那我们这边 把重点稍微再讲一下 也就是说第一位科学家呢 Arthur 他主要是 是鉴定出非A非B Houghton 他主要是进行基因测序 Rice 主要呢 进行动物实验 进行这个病毒感染之后的肝炎转换的验证 那我们现在要研究这个吸肝的手段是很多啊 老师特别找了一个文章 整理的还不错 替大家做这个报告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呢 可以把吸肝的重组病毒颗粒呢 去感染细胞 然后让细胞呢 当作一个工厂 大量的制造呢 病毒颗粒 那之后我们把这个病毒颗粒呢 打到老鼠之中 看他可不可以感染老鼠 或者肝脏 那这样子的实验呢 我们称为离体宿主 因为他这个宿主呢 一开始并不是在活体内 而是在这个细胞水平 那之后将这个细胞培养的目的呢 是要去群化到这个病毒的颗粒 再把这个颗粒呢 注射到我们的宿主中 那这个过程中呢 它其实并不是在同一个生物中进行感染 而是在两个系统中先感染 复制病毒群化颗粒再去注射 所以这样子的实验的证明呢 比较间接一点 那第二种它的方法呢 是用所谓的类似宿主 也就是说我们呢 找不到吸干的这个正常的这个天然宿主 那或者是天然宿主不方便做实验 我们会利用呢 其他类似的物种来感染HCV 也有可能会获得感染 例如说来自哺乳类 其他的生物 或者是来自这种所谓的 狗体类或机体类去感染它 那这样子的实验呢 也可以证明它对活体动物有感染 但是毕竟不是灵长类 那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来自于 高等灵长类的实验 比如说黑猩猩 或者是利用这个所谓的一些像树渠 这一类的哺乳类 它们呢可以做所谓的天然宿主的感染 那另外呢 如果科学家他们也可以将病毒啊 感染的时候 感染的这个老鼠并不是野生型的 是经过人员改造 也就是说把老鼠呢 很多表面的蛋白质 改造成人体的蛋白质 去模仿病毒感染人体的一个状况 这个在最近也蛮流行的 因为它这样子呢 可以避免使用一些大动物 那使用小动物的老鼠啊 但是这个老鼠的细胞被改造成人类化 我们称为人员化的小鼠模型呢 也是目前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方法的一个热点 再来就是说HCV如果是做所谓的异种肩感染的话 它的实验要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先将病毒的RNA的基因组 先把它呢 下接到一个表现载体之中 那这个表现载体里头有一些抗生素的筛选机 那再来呢 完整的病毒的基因组 包括前面的这个Iris 还有中间的一些复制结构蛋白呢 把它克隆到我们这个载体里面 然后之后呢 那我们可以啊进行所谓的试管中的RNA的转入 那利用这个RNA呢 去转染人类的一个细胞 QH7 它是人类的一个感染细胞株 那经过感染之后呢 我们再用Neomycin筛选 带有稳定持续感染的这个细胞株 那透过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啊从这个细胞中 可能会重化到很多病毒的颗粒 那我们刚刚看到就说 为什么我们会特别强调使用QH7这个细胞呢 因为本身它的来源就是所谓的肝脏 而且是癌转型的Hepatoma 那再来的话 它的病毒被HCV感染之后呢 HCV在里头复制的浓度会很高 它的这个病毒感染的这个能力比较好 那比起其他的这个胎儿的细胞 或是成体的细胞 原代细胞 它通常呢 病毒在里面不太容易复制 所以一般我们在研究 HCV的体外感染会使用一个人类特殊的细胞株 来做一个研究 那再来 有的时候我们呢 不太想要去让这个病毒啊 真的去做全基因组的这个复制 我们可以将病毒呢 构建成一个叫做的尾颗粒 也就是说它将病毒呢 能够这个复制 能够复制的部分呢 把它给破坏掉 让这个病毒只能够感染 那之后呢 到了这个HUH7的细胞中 能够顺利的感染进去 但是它不能够呢 包裹病毒 然后呢 再去释放再去感染下一群细胞 那利用这个方法呢 我们称为伪病毒的话 或假病毒颗粒呢 主要是方便我们研究病毒 怎么去感染细胞的一个过程 然后可以在里面呢 把已经挖除掉的基因组织中 放入一些报导基因 方便我们来做筛选 来做定量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呢 做了很多细胞实验之外 我们呢 如果真的要去研究 它的病毒感染的机制 还是要回到灵长类动物 所以比较经典的实验呢 他们的做法是 把病毒的基因组的RNA 合成好之后 它在体外试管中 合成好病毒的RNA 进行这个灵长类动物 像这个黑猩猩的肝脏的注射 让它呢 经过这个肝脏注射病毒之后 让病毒直接在灵长类的肝细胞中 进行感染 进行复制 那如果这个病毒 真的能够顺利的感染 黑猩猩的肝脏 而且复制的话 我们就能够证明它的 这个病毒跟宿主间的关系 那这样子的实验呢 提供了很直接的证据跟线索 但是呢 必须要使用到大型的灵长类生物 那很多单位啊 都没有灵长类动物的设施 所以操作起来比较不方便 那我们刚提到 最理想的这个宿主呢 天然宿主就是所谓的Champan sin 灵长类 因为它跟人类很像 HCV在灵长类之中呢 能够顺利的感染进入 能够复制 那它呢 引起的这个HCV的病征呢 它会稍微比人类感染HCV稍微弱一点 那它也会诱发免疫反应 那也会呢 造成宿主的一些相对应的 这些抗体的产生 跟人类都相当类似 那再来 如果我们不方便使用Champan sin 我们可以使用另外一种叫做树取取经类的 它的话是一种小型的哺乳类比较原始一点 那它也是能够让HCV做感染 那它也是能够在取经之中作发 它的这个慢性的肝炎 甚至肝癌 肝硬化 那另外免疫反应也都类似 那再来更低等的这些涅齿类呢 一般来讲 它的反应就比较跟人类不是那么相近 所以从这个图我可以知道 就是我们可以使用绵长类 或使用低等的哺乳类 来做HCV的感染的这个动物模型 那这个取经 大家可能不知道 老师稍微介绍一下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可以去动物园看一下 灵长类的分类呢 我们分为真灵长木 就是比较高等的灵长类 那还有呢 镊齿大木 就是它主要有靠磨牙齿去磨食物 牙齿发育比较好的 包括镊齿类跟兔形木 那在真灵长大木里头呢 又分为这个瞿筋木 很快的分家 也就是说瞿筋很像是 我们哺乳类的老祖先 大家看过Discover 应该知道 就是在恐龙灭绝之后呢 有些小型的灵长类活泉下来 长得像老鼠类的 就是这种瞿筋类 那再来呢 比较高等的灵长类 包括了有皮翼的 就是蝙蝠类的 还有这些呢 根猴木 还有一些灵长木高等的 所以啊 用这个瞿筋来做研究 它毕竟还是灵长类的一支 可能呢 它会比这个高等的灵长类 使用上来的方便 体型也比较小 最后呢 我们来讨论到所谓的HCV 抗病毒药物的开发 那这一类型的抗病毒药物呢 很多的开发 它用不同的基礼来研究 因为我们看右手边这个图 它的HCV的病毒颗粒 经过E-protein融合 进行包吞 这个过程呢 有一些药物可以阻止病毒的颗粒 进入到我们的细胞体内 避免它被细胞做包吞 那这样子的这些药物呢 是第一线 控制它的病毒进入到体内 那如果病毒已经进来的话 它会进行这个 它的核酸物质的这个 转入转移 那我们今天呢 也可以利用防止病毒的浓度复制 来抑制它 所以在这个抗病毒药物呢 可以设计不同的机制 来它的不同的阶段做抑制 那比较有效的 目前认为比较有效的呢 就是叫做吸肝 这个肝炎病毒呢 直接作用剂 也就是说叫做DAA 就是它可以直接啊 抑制病毒进入到体内 比如说第一部分 它抑制了HCV 透过肝细胞膜表面内吞 进入到细胞内 那第二步 它就是可以抑制病毒的RNA 单链的转换 或抑制它的RNA的聚合酶 或者是最后抑制它的病毒 不要释放出来 那不论是哪一种方法呢 最后都能够有效降低 宿主体内病毒的含量 最后呢 就可以让这个吸肝 对宿主的影响而降低 那我们仔细的来看 这些药物的这个设计的把位基因 有不同 一般来讲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抗病毒药物设计 都是在它的非结构蛋白区 也就是说抑制它的这些蛋白质的活性 包括了抑制它一些 所谓的蛋白水解酶 蛋白酶的抑制剂 那这一类的物质呢 它的药物的后面的质维 给它一个特殊的质维 叫Premil 它就是呢 代表这一类的药物 那还有一些是抑制它的这个 Ns5A 这一些呢 酵素 那它主要是Aspir 那还有呢 抑制它的RNA聚合酶类的 Bluvial 这一类的质维 所以不管是哪一类的质维呢 它都是抑制病毒在体内 复制 让病毒的浓度不能够提高 那现在的话 我们的健保对这些 所谓的小分子的药物都有几副了 包括像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几个药物 什么塔克肝 树微肝这一类的呢 它们的靶位 有的是抑制第一型的吸肝 有的是EA1B 那有的是2 有的是多效型的 123456 那为了要有效降低病毒呢 每天都要服用一颗 或者是两颗 那做一个疗程 一个疗程呢 通常需要24周 一个礼拜是4周 也就是说呢 要长达半年的时间 或者是至少三个月 持续的服用 将病毒的浓度呢 可以有效的抑制住 那这样子呢 就能够将吸肝给抑制下来 那因为每天吃 连续吃半年呢 各位可以想象这个药量相当大 所以早期在健保没有给付的时候 一个疗程下来要花费好几百万台币 一般的人吃不消 那再来这些药物呢 有分为不同的型 到底哪一型比较好呢 那最近在这个新英格兰医学期刊 有人发表了一个文章 他发现到有一些药物呢 他是可以针对多型的抑制 他们的结论就是说 如果呢 能够对抗多型的吸肝病毒的药物呢 它的效果可以高达99% 来抑制病毒的浓度 所以现在有很多抗吸肝的药物呢 都在做领床试验 那有些效果呢 相当的好 那吸肝的这个所谓的标靶药物 小分子药物呢 跟传统的干扰剂有什么不同呢 那干扰剂的话 主要是干扰所有的病毒 因为当我们的宿主被病毒感染的时候呢 通用的这个解方就是干扰素 interferum 那这个干扰素呢 它要服用的时间特别长 它要服用呢 48周到72周 一年才52周啊 这个要服用一年到一年半 甚至快要接近两年的时间 才能够把这个吸肝给抑制下来 那另外 干扰素的这个疗程 副作用也比较大 有时候呢 容易腹泻 贫血 失眠 忧郁 贫点点 治愈率呢 大概是八成左右 那这样整个疗程下来 花费大概是20到25万 那如果是目前的这个新推出来的这种所谓的新型的吸肝治疗药物 它的这个疗程比较快 8到24周 负作用比较小 质疑率比较高 那价格也很高 如果没有健保给付的话 一个疗程下来50万到200万 所以呢 好险现在的话 2017年之后健保有给付 一般人只要付大概台币十几二十万的这个费用呢 其他也有健保来吸收 那另外 因为这个吸肝市场蛮大的 台湾目前有很多药厂呢 也在积极的开发抗吸肝的药物 那有很多呢 都已经到达临床 二期三期的这个验证 包括了这个我们看到的这边 叫做药滑药 它是干扰术 Interferum第三期 还有什么泰锦中天 第二期 所以未来的话 这个吸肝还会有更多的药物呢 被开发出来 有的时候是六架的 对不同的基因型都有效 那有些甚至对B肝吸肝二合一 效果呢 是长效型的 最后呢 就是台湾 我们呢 因为健保有给付这个吸肝的小分子药物 所以呢 我们有希望利用这样子的控制 看有没有可能在2025年之前 把台湾的吸肝也灭绝掉 炒的不是抗体 不是疫苗 靠的是呢 将病毒的浓度压抑住 然后再呢 进行公位的这个隔离 让一些呢 所谓的血液传染 或者性行为传染的这些比例呢 把它降低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能够达到灭绝吸肝的目的 而且呢 是比世卫组织 喊出2030年啊 把全世界的吸肝给灭绝掉的目的呢 快了五年 但是现在已经2022年了喔 大家吸肝还是在 所以可能还没有那么快 那不管怎么样 经过今天的课程 大家呢 可以对这个吸肝都比较了解 从它的基础原理 到它的这个临床病征 到它的这个药物开发 到它的这个工位保健 老师都做了一些初步的介绍 好 那谢谢各位的聆听